蔡宜方为何爱上大20岁人夫 欲解爱接大叔控的三大误区 才刚创党不到一年的民众党 昨天遭本刊踢爆 已婚的民众党中央委员张艺善 与党团助理蔡宜方发生不伦练 两人不但被拍到在车上勇吻 还到摩铁开房 震惊各界 许多人讶异 女方年轻又貌美 为何会喜欢上比自己大20岁的已婚大叔 对此 两性作家欲解爱 徐玉在脸书分析 像蔡宜方这种亲熟年纪 事业心强的女生谈恋爱 有致命的三大误区 一不小心没把持好 就会陷入大叔控带来的爱情陷阱 第一点 欲解爱分析 像蔡宜方这样早熟独立 发展顺遂又长得漂亮的女生 因为有点社会历练 很容易把同侪男性踩下去 看不上年纪相仿 但事业发展与她有差距的男性岁上下 已经有点社会经验的女生 会对不熟悉的人生感到好奇 也许是深不可测的人脉 也许是从来没见过的聚会 也许是没想过的物质享受 而能够提供这种资源的多半是一些打滚已久的老屁股大叔 第二点 欲解爱提到 事业心强的亲属女 往往只会看到大叔游刃有余的那面 他解释 大叔因为有着信手拈来的街头智慧和幽默感 很容易从工作指导者的角色 掳获一心想要往上爬 却内心孤及的女性的心 一个男人如果用上班时间偷溜约会或做私事 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 不可靠的行为 但很多亲属女没看清这点 会错看那个以为很照的大叔 其实不值得尊敬 最后一点 欲解爱指出 事业心强的亲属女 往往把自己看得太不一样 他提到 聪明 能力强又长得漂亮的女人 在30岁前后 通常能够达到自我感觉良好的巅峰 在那个年纪可能出长事业起飞的阶段 受到很多的追捧 大部分单身的男人 非单身的男人 都会觉得这个年纪的女人特别有女人味 大显殷勤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真爱对于一个成熟的男人来说 并不像是真空包装的一块肉 根本不存在一个架空背景 而单独所谓的真爱什么的 欲解爱提醒 若女孩们不幸遇上错误对象 请尽早撤退 因为凹下去 只是让自己机会成本损失越大 因为跟错误的对象纠缠不断时 很难跟好的对象相逢相守 而她的中肯发言 获得多数网友赞同 有人就留言 这篇应列为初出社会女生必读教材 可惜只能给一个赞 实在讲得太好了 句句见血 其实反观大叔为何喜欢年轻女孩 就是一句好